上一集我们说到Fashion World 有着三大势力所掌控者 分别是LVMH和Curring 还有Richmond 三大帝国相互鼎立 创造这片大陆的繁盛容貌 其中又以LVMH最为强势 上次他强强估计没有成功 这次他又把目标锁定哪个倒霉鬼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LVMH的掌权者阿尔诺 我们来看看他接下来的事迹吧 LVMH的阿尔诺国王是个有着强大野心的人 他一直靠着并吞 然后把没有利用价值的家族 变卖来扩大自己的帝国版图 这样恶名昭彰的行为时的各大家族 都避之唯恐不及 而他这样嚣张的行径终于在 摒团Gucci家族中以失败首场 想知道他跟Gucci之间的故事 请看上一集哦 就在抢夺Gucci失败后 国王阿尔诺虽然气急败坏 却没有停止他贪婪的脚步 他依旧寻找着能够壮大帝国的标的和家族 这时阿尔诺发现 家族庞大的爱马仕背后却没有任何势力 于是他将魔爪悄悄地伸向了爱马仕家族 他一样派人潜入爱马仕中 在兴取上次Gucci的教训后 他多派了人手潜入一点一点的渗透 累积他在家族中的势力 他让间谍与爱马仕家族的旁系界线 说服他们与他联手 借此分割家族财产 抢夺家族的经营权 他以这种手段在爱马仕潜伏了十年之久 等待时机一举攻破他们的壁垒 就在这时Fashion World发生了大动荡 导致各大家族事业营运上出现了困难 连爱马仕也不例外 阿尔诺看准了这个时机 便心想 他养兵欠任就是用在这个时候 他把潜伏在爱马仕的人力和财力联合起来 并向爱马仕宣战 要并吞他们收入难中 受到战帖的爱马仕在震惊之余 也开始做起了防御之策 因为阿尔诺恶意并吞其他家族的事迹 爱马仕他们也有所耳闻 所以在得知阿尔诺要对他们家族下毒手时 爱马仕把家族的人秘密召集起来 关在一间会议厅里商讨如何抵抗阿尔诺的攻击 最后他们观察到过去阿尔诺的手段 其中一招是家族成员的关系决裂 从而获得可乘之机 这个会议整整开了四天之久 他们要做到绝对的保密 期间不得任何人出入 也不能有侍从跟随 于是每位家族成员自愿放弃个人利益 个别抛出自己一半的财产 成立家族工会 把家族的产业集结起来 并签订一份契约 这份契约的内容是20年内 不得售出这些产业 而把这份契约交给家族工会保管 使得阿尔诺无法从踪作梗 再来就是家族的人变卖自己的财物 来填补打仗的一切所需 他们这场攻防战纠缠了十年之久 谁知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 爱马仕成员为了保护家族 愿意牺牲个人利益的向心力 这是阿尔诺意想不到的 他看清了他们为了守护家族凝聚出的力量 以为他们家族会在多年的战争中分崩离析 继而俯首成城 想不到家族因为这场战争反而越来越团结 让阿尔诺这一战继孤局之后再次惨遭滑铁炉 爱马仕守护家族的决心 影响着Fashion World的各大势力 他们自发性的抵制 不与LVMH帝国的家族有商业往来 使得LVMH帝国经济萧条 这让阿尔诺不得不向爱马仕家族协商 并签订条款 未来五年内不得侵占爱马仕家族 并把之前在家族中得到的资产全数归还 这件事才就此落幕 但这次他并非空手而归 这十年拉拢道的势力在归顺他的同时 也献上了巨额的财富 让阿尔诺壮大了LVMH帝国 阿尔诺想要成为Fashion World的最高王者的计划 没有因此而停止 像是近期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他收编了蒂芬妮家族 他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版图 朝着他一生的目标前进 而他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 会是你们吗 Fashion World的各大家族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时尚界这些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一直不断地提醒着我们 遇到困难的状态 我们越应该齐心协力来抵御外敌 了解精品就像在阅读一本读不完的小说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才能发现其中引人入胜之处哦 好啦 我是硕士文一千 Channel Story Welcome to Join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